您现在来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10月4号礼拜五 怎么感觉好久不见的感觉 这个台风架一直放 那是非常怪异的一个台风 这个到现在呢 今天呢我们算是开盘了 也礼拜五了 然后重点会是在那个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中东的战火呢 好像越隐越烈 第二件事情呢 挥达的股价在反弹的 反映它的GB200的这个G价呢 那当然有可能在第四季会 如期的交货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市场的需求非常的旺盛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不管在台积电的这个ADR的表现 反映在台股身上 或者看到鸿海的上工 我们也慢慢去理解到一件事情 在第四季里面 这一些这个消费性电子 跟我们过去所谈的AI的概念 他们属于科技股 那么细光子概念呢 今天的表现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分析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非农就业的数据 这个是今天晚上要公告 所以呢 理论上呢今天虽然有点观望 但看起来呢 似乎在后面的下礼拜 又是一个这个 中国的十一长假要回来 所以下个礼拜二呢 这个入股呢 要开盘开市 我相信有一件事情 应该是会蛮火热的 就是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很多的这种 现在才来开户的 也就是说 奇怪 我们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有些资金啊 国际的资金 它在流动的时候 它会这样跑 或者说亚洲资金跑哪里 哪里哪里 突然发现有一个股市呢 它在一个 在一个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 又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救世 一个行动 所以很可能会引起这个国际资金去 跑到那个地方去 就是资金的转移 所以我觉得中概股后面呢 应该可以来期望一下 看一下 到底会多么疯狂 那下礼拜二呢 这个十一长假以后呢 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 但是 今天看到很多中概股的反应 我觉得 我觉得会是这样啦 如果在中国 它的营收占的比 营收占比比较重的这些股票呢 真有机会会强到下礼拜去 好的 好了 先看看大盘 台风完了 我们也讲说 台风是不是救了我们啊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时候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呢 放假的时候呢 美股其实并不好 那么后来呢 当然昨天的这个回答呢 在板工 因为黄仁勋又讲话了 所以理论上呢 今天看起来呢 如果就台积电ADR的走势来看的话 基本上应该不会太弱 果然开盘开出来是开高的 然后往上走 涨了102点 然后呢 怎么又跌下来了 跌了89点 各位这样上上下下又快要一百 将近200点的振幅 然后呢大盘呢 就在这平盘附近振 但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既然台积电ADR不错的话 那基本上呢 手势应该会稳定吧 好的 那会抵消一个 就是我们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呢 我们原本预期开盘 可能不是很妙的情况 大家还记得吗 那天我们在休假之前呢 台子期夜盘呢 这个是跌了 我记得好像跌两百多点 好吧 然后大家想说完了 然后这开盘之后完了 但开出来 还不会太差 现在重点是 今天的红海呢 早上气势也很强 一度来到196块半 然后呢 好了 那现在目前在193 但成交量能放出来 各位注意看 今天是礼拜五 理论上 大家要看非农就业数据的情况之下 应该会观望 又是礼拜五 但这一些全值股的量 居然都跑出来了 请你看红海 目前已经 我们在休市前 是三万多张 现在有七万多张 还在跑 所以呢 量能放大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 广达 很奇怪 明明同样都是GP200的供应链 但是呢 早上上来以后呢 开始又沉下去了 那我们大家来问一下 那重点会在什么地方 难道就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在季县的附近 还在挑战 这边有反压吗 我们来看一下红海 各位那不就是过来了吗 上来了 所以好吧 那不管了 那现在重点是 那还是有些股票涨停板 对啊 来我形容一件事给大家听 第一 我们在很久以前 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奥运的时候 就讲了一档股票 跟他的小孩 也就是母子公司 那应该这样讲 关系企业 当时讲的是百合跟百合新业 你还记得吗 如果我们现在从头回来看 百合新业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哇哦 有没有要这样吗 是中概股没错吧 你看哦 你看哦 来各位请看 量都不用放太大 然后呢 直接就跳上去了 而且你也买不到 这是不是中概股 是 那获利好不好 不错 真的不错 但如果你回去看百合 你就会发现 百合在高档这地方 好像的高点 还没办法挑战过去 请问为什么 是百合的股价比较高吗 好像是 那百合的获利差吗 不差啊 百合的获利还真不差 但是呢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了 所以百合新业 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报告 但是呢 这个是 礼拜二 你如果还记得 我们在股东前朝 我们有再跟大家报告一次 你的印象会是在礼拜二的话 那代表之前你都没有什么在看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很早以前 在台积电 在成立细光子联盟的时候 当时把细光子联盟的这一些 名单把它列出来以后 那时候我们在谈 里面有个重点就是 其他股票 其实都涨得蛮高的 但是呢 利基没有涨到 当时我们就跟大家报告说 你注意看利基 居然它可以转型 因为我们以前在讨论的时候 并不是它在细光子联盟的成员里面 而是我们在讨论它正在转型 转到SIP 封测 这个领域 所以我们认为是很有机会的 转型转对了 后来没有想到 台积电把细光子联盟成员的名单 一公告以后 发现利基在列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又同时 再分析了一次 所以利基它分了两段大涨 各位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哇哟 等一下 它是有量 而且外资在礼拜二 敲了两千多张进去了 是在高档敲两千多张 今天又一个跳空上来 那我现在问一下 如果在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 都已经在高点了 有可能可以去买吗 大家请看 以下 拿出来的 都是千真万确的 绝不造假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 我们问一下 今天是10月4号 所以呢 利基9.09分 再度亮灯涨停 它是再度亮灯涨停 所以为什么再度 因为 10月1号 12.33分 利基亮灯涨停 我先问一件事 那既然 利基是连续两根涨停 可是在之前 他还在高档这边 好像上不去 不是在那边震吗 那所以利基怎么可以这样呢 大家在那边心里想 利基可以这样 等一下我找一下资料给大家看 好 利基可以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等一下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来我先讲这三档股票 这个是 本来 那一天 要给股动前朝 但是因为百合新业 他的五日军量不足1500张 所以并没有选择一张 好来 但是这两档我都有讲 好 各位请看 利基 细光子联盟 具低价优势 算不算低价 真低价 我倒跟大家讲 真是低价 然后你就去看 这个是百合新业 刚刚我跟大家讲 我说重点是 前面八个月的营收 已经超越去年前年 而且你看他 你看他前面八个月的EPS 是0.76 去年是什么样子 去年是跌 不是跌 是负 负1.90 差不多是亏损两块钱 那你 如果从去年的亏损两块钱 到今年前八月 是赚了0.76 这是一个大幅成长 对吧 大幅成长 而且毛利率是37.35% 而且你看 我说真的 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的球鞋 是不是 这个版图有点在洗牌 所谓的洗牌的意思就是 你去看Nike 它的这个获利是衰退的 然后你去看 其他的品牌 因为他们过去都太大了 所以基本上要去成长 是会有阻碍的 因为有新兴的品牌 在打市场 比如说 ON 比如说 HOKA 这一类的跑鞋系列 卖的还真好 那我们先讲 9到11月进入旺季 所以下半年的获利 会优于上半年 又是中概 中概股 涨了 继续涨 奇怪都打不开 因为 中国大陆 入股 下礼拜二 才重新开市 好像是这样 好了 我再找一下 那个利基 给大家看 来 大家请看 那如果你去看 利基转型 SIP的封色场 这个都是旧的资料 麻烦你再 你再重新看一次 为什么要重新看 这个是声帽 等一下来 看完以后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会去挑利基 各位 利基涨停板了 所以我现在开始找 找给大家看 我当初有讲一个 关键点是在谁 关键点在联雅 为什么 联雅是 此坡 带领 应该说 应该是 重将士们 上攻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基本上 他9.1亿的股本并不大 第二 他没什么赚钱 但是股价一直往上冲 而且注意到警示 所以基本上 就是有这个路线在跑 所以包括像华星光 这些 包括之前的联军 这些都曾经是注意 注意股 包括联军也是警示 然后分盘交易完 放出来以后 又活蹦乱跳 如果在今天 我们看到这样的股票 那为什么是讲这样的股票 因为他没有赚钱 他上半年没有赚钱 他就已经涨成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有道理 什么叫有道理 那对不起 如果可以这样 那么在矽光子的这一些股票里面 我有赚钱 而且有低价位的 有没有人会想要做 一定有人想要做 而且要吸引市场的焦点 就是说 你先看 联雅涨到这的情况之下 变成 你不一定敢去摸联雅 不敢 但我可以去碰别的股票吧 你连统星都上来了 天哪 大家来想象一下 这个不是矽光子联盟 但是它是光通讯的股票 所以它今天没有量 它居然怎么样 它直接去供什么 它去供涨停 就我讲的一个情况就是 当矽光子扩大到光通讯的族群 你就会发现创威这一类的股票 联雅不碰 我们联雅不敢碰 说实在的我联雅不敢碰了 那联军现在一百多 然后看一下华星光也是注意股了 各位这些股票过去 大家在操作的时候都是用短线操作 后来看看联雅可以涨这样一个波段 就它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 到有一天 我在跟大家讲 现在是结束了没有 我讲个重点 如果联雅它还继续涨 华星光也跌不下去 那么立即继续涨停 创威这类小股票还继续涨停 我告诉你 这个族群性还在 它就不会消失 是这样子 除非 好那先跟大家讲 联雅出现长黑 然后开始一档一档 就要开始这样翻过来了 那你翻过来的情况之下 大家似乎就要去找 比较有可能性的去找别的 网通的族群啊其他的比较低价位的股票啊 一定会是这样 整个逻辑会是这样好了 各位可知道啊 从我们放假这两天 其实在公告 九月份营收的这个公司非常的少 那么少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要期待 像今天有没有可能的大部分的公司都会公告出来 应该不会要等到下礼拜 要等到下礼拜的时候 我们刚好碰到一个国庆日是礼拜四 所以我们下礼拜四是休息的 好那碰到休息 如果几到最后都来不及的话 一定又变成下个礼拜五十一号 最后公告营收 你知道这个营收 我许有跟大家提过一件事情啊 你现在所看到的营收 它已经是决定第三季的获利 因为它是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 九月的营收 好了那如此一来的话呢 那当然要反应的话有可能会在下下礼拜反应 对啊 你去想一件事情 下个礼拜不是有个重点 我先讲晚上 今晚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公告以后呢 如果呢是合乎预期的 或优于预期的 那么美股就不会太差 但是现在就不知道中东的战果会怎么样的发展 所以有变数在 那么拜登有跟这个以色列讲说 希望他们不要去打那个核设施 其实也对啦 但是呢 因为以色列他准备报复嘛 所以重点是很难说 不知道后面的这个战火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这个不管 那个没有办法去确定 好 那有一个变数在 第二个 因为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以后呢 简单来讲就是可以确定了 确定有关于通膨的走向 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件事情 假设数据也不好 假设中东战火也起来 股市就跑不动吗 这是重点吗 跑不动吗 会不会这些有些资金跑到 入股去了 也就是说我们讲外资的资金跑到入股去了 那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如果谈到中概股 台股里面还真的有很多中概色彩 只是现在有很多公司都除了中国之外 就是中国加一 什么意思呢 我中国有基地之外 我必须在海外 另外再设一个基地 就是中国以外的另外一个地方叫中国加一 好 那中国加一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是越南泰国 不管是什么地方 就啪啪啪啪啪 那中国还在吗 还在 那算不算中概股 算 很多都算是中概股 好了 那来了 我万一如果说入股还继续大涨的话 那中概股变成下礼拜焦点 是吧 因为太多的法人已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中国大陆是来真的 因为他旧事 你去看好夸张 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 那个放那个长假 那长假不去玩 你跑去哪儿呢 跑去买房子 我看到新闻 大家很多人都傻眼了 说 那个房地产的销售中心挤满了人 然后呢 就是去买房子 你怎么感觉去买菜一样 那么方便 你就是说 因为要旧市 要旧房产 所以基本上太夸张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奇迹的一件事情 所以好 股市从正向的发展来看的话 基本上会是这样 第一 我们的成交量能它并没有衰退 今天 那我感觉今天量很奇怪 就是说 它并没有衰 而且它还是补量上来的 那接着呢 如果营收的状况都还不错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台湾股市在第四季以后越来越好 我之前有讲过 一开局是一个仙蹲 后面是跳 好那么 还有很不巧的那个台风搅局 很不巧的又来一个所谓的战火 中东战火 好了 再来没有什么很不巧了 再来都完全通膨的数据 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各位 第四季最终的最后一节 我觉得做这样行情真的跑不掉 那你如果说大家会说 可是有些股票它也是拉回 可是相对的有些股票开始慢慢就上了 我现在跟大家提醒 中概股有很多 当然题材性有很多 所以这边里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报告 但没关系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这个赖里面 我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我们过去曾经讲过的一些属于中概色彩的 真的有机会在下礼拜开始往上涨 但重点会是 我先想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股票 它已经攻上去了 我还要去追吗 男子电来注意看一下 PCB男子电为什么今天特别强 你还真的别忘了 因为它说它的这些获利要靠 互视电 互 中概股 对 对对对 又在中国的基地 所以好吧 它又是一个中概色彩 所以它也上来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选择性呢 它可能会变多 那现在好了 来了 那原本的这些老AI 跟这个所谓的AIPC 我们该怎么选择 听我讲 我们现在先从这里来 各位 刚刚讲过红海 那我先问一下 请问你有没有红海 如果你有红海的话 万一 万一是在买在200块以上 还真有人买在200块以上 请问我们在第四季 要不要爆红海 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爆 第四季要爆 为什么 因为第四季我们有 集团坐上行情 好吧 红海呢 我们先想象一下 我觉得关联性比较大的 应该去把它拉到AI伺服器去 这个关联性比较大 就对它未来比较吃香 如果你现在跟我谈什么电动车啦 什么什么 我不认为 电动车会是 它的话题 虽然短线上有电动车的话题 但 红海的话题 应该要拉回去 跟回答去连结 它才有力道 好吧 但红海的上推呢 有没有可能一口气 就可以直接推上去200 我也不认为 但如果你说在第四季 里面我们放在200块以上的红海 我们是不是值得续报 我觉得该续报 好 那我觉得该续报 就像我们讲的 既然坐上行情里面 你现在所看不到的股票 举例 我先举例给大家看 你会觉得说 今天好像没有什么 华星科也没有量 也没有人要买105块 就在这个位置里 而且你看线形这么差 现在都在季线下面 再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据 国据已经开口讲了 对这个被动元件的复苏呢 可是理论上呢 都是在跌啊 对吧 在跌啊 请问谁在卖 投信也在卖 外资也在卖 各位请想象一下 国据是一家有赚钱的公司 当它股价一直跌跌跌 跌到最后的关头 什么叫最后关头 我刚刚形容过一件事 它股市呢 分为四个季节 然后到了第三季结束以后 真正的关键报告 是在11月14号以前 所推出的 那个叫第三季的财报 对吧 我为什么不断的重复 因为那个第三季的财报 就取决于在今年最后的 最后一段 股价上涨的动力 如果你的第三季财报 丢出来了 你会相当好看的情况之下 毛利率也拉升 而未来产业前景不错的话 那么对不起 因为看不到全年度的财报 因为到明年才看得到 所以第三季财报一发布 以后你的攻击一定要出来 你才有办法做你的年底做账行情 所以你做账行情也需要那样财报的一推吗 对 那是不是有很多公司 他是不是在到第三季的时候 他直接就超越了去年 有些公司他已经接近了 那上半年他的获利 已经接近去年全年了 再加上个第三季财报 一下超越了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我的公司产生获利之后 我的明年 我的配息 比较有 应该说我的配息能力就会出现 所以当我配息能力出现的时候 我就要看我配的多跟少 然后我过去的填息的记录 你这样子要考虑到 这拉这么远吗 一定要拉这么远 各位你不要忘了我们往往在谈 所谓的降息 通膨 那么要关估到公司的获利 以及未来的殖利率 那你去看 从我们现在角度去看 所谓的年底作账行情 你一定会发现 好近期在跌的股票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一些筹码 筹码的关键就是说 他筹码比较乱 所以好我现在我现在散户买的比较多 所以大家看哎呀这个 涨不上去了我就开始卖了 对吧 我转到热门的股票会不会这样 会 但是法人你先想哦 平常法人没有在买的股票 为什么突然出现 他开始在高档的做加码 因为他们在选择股票的时候 在最后的一季 会有新的标的出现 然后开始来动作 而不是旧的你所想象的 我先跟大家讲你所想象的 好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 网络通讯可不可以来做 我告诉大家网络通讯没有问题 因为他也是美国的基础建设其中之一 所以说电力概念股还有机会吗 等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在跌 大概就没机会了吗 今天在跌大概没有机会了 我没有那么悲观 因为跌下去他本益比更低 所以在这边看起来的话 以重电业者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们还有外销的机会 所以这种跌法 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 先跟大家说 第一 我们的科技股在墙 大家今天都会转向哪里 甚至有些法人他会做调节 所以短线上这一些 所谓的电力概念股拉回 不用太紧张 我认为后续还会再动 再来一个就是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我们讲的一个 要怎么讲 你航海王 那天有人问 那天有人问说 哇那航海王怎么样怎么样 航海王是这样子 航海王是每次 我看到那个 大家很兴奋的时候 我都很担心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 很奇怪的这个外资 那甚至大家也都知道 那个我们刚刚有讲红海 那另外一个红海 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那个红海的航线 那个航线 在那边的危机 似乎都没有解除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也认为像过去这种罢工 这个很快 那现在目前 今天新闻所丢出来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罢工 我看到有点夸张 就是说 好像要调涨62%的薪资 让罢工来落幕 62% 好吧 那如果落幕呢 那如果落幕呢 就变成原本的 原本的利空 就不在了 原本的利多 他不在了 那好了 那反而这些股票就变成 整个就啪 那筹码就丢出来了 那好吧 如果你近期 如果说有上到船的 不管你是上了哪一条船 长龙 阳明 万海 各位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等一下可以在我们的line里面留 你告诉我价位 好再过来呢 当然我们这几天有跟大家提了 我说奇怪 大家可以问说 它到底会不会涨 不然的话 怎么都在那边拉回 在那边震 深茂 我刚刚有拉到深茂的资料 我再请大家再看一下深茂 好 我们给大家看深茂 我们刚有拉到深茂资料 好 找一下字卡 第一件事 我们先讲第一件事 刚刚有形容过了 如果在今年的第三季财报 丢出来是不错的情况之下 超越去年全年的话 理论上这股价都要上来 但是你要看它的题材 我们先回到一个重点 请你看这三个题材 一叫做AI伺服器 好这第一个 第二个叫低轨道卫星 这第二个 低轨道卫星 先进封装制成的新品 先进制成 我现在先讲先进封装制成 那这个对应到会是封测厂 那么甚至晶圆代工厂 也就是这个消息叫收购大瑞科技 重点来 好重点来 AI伺服器本来就没有问题了 再讲如果是先进封装的话 原本5%的营收占比 就是我100%营收占比 我只有5%是来自于先进封装 好了那我现在收购大瑞以后呢 我会变成15% 你知道那个营收的挺进 是来自于先进封装 所以这一类的股票叫中小型的股票 而且他现在重点会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这儿 1.65对比1.74 这是去年全年 这是今年上半年 但先讲但 今年上半年原本应该是两块钱 那为什么变1.65 因为他巴黎投资了一个饭店 弯弯饭店 但是产生亏损 他把亏损给打掉 那么打掉以后呢 变成1.65 所以基本上会变成 如果没有去打掉那样一个饭店的亏损的话 理论上就是上半年就直接超越去年全年了 重点来了 重点在他的下半年 所以他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所以这档股票 目前看起来 第三季会直接超越去年全年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但我们还没有算第四季 所以如此一来的话 以先进封装后面 如果你这样子看 不管你跑哪个题材都跑得到 好不好 那都跑得到 所以现在的拉回 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所以各位 我们有时候谈股票啊 有时候讲的是一个 可能要讲个耐心 为什么要讲耐心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有波段可以做 我们就不会选择短线 你同意吗 很多人都会同意 如果波段 我知道有个波段可以做 我为什么要做短线 好那就对了 所以很多这种细光子的概念股票 他都是拉出一个大波段出来 请问你真的有做到大波段吗 没有 请问为什么 你会怕 怕什么 怕涨 超涨 对吧 但是就完全超乎你的想象 就我没有基本面 我应该讲了 我没有获利面 但我有题材面 我就大涨特涨 即便 我的八月份 我开始产生获利 可是我前面都亏损 你看 你看看 我前面就亏了0.77 上半年亏了0.77 我可以涨到300块以上 这你可以想象吗 对不起 没办法想象 那真正 优质的股票像 矽格 像台新科 这些真的有获利的 难道后面第四季不会涨吗 各位 请拭目以待 也就是说 第四季往往都是讨公道的时候 所以不必太担心 这一些真正有实质获利 而却还没涨到的股票 第四季就要轮到他们了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 过了今天我们到下礼拜 我们要关心的是入股 还有今晚的这个 非农就业数据的公告 所以看起来呢 中东战火 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估 它到底会打成什么样子 或许等一下就不见了 或许停息了 但是我觉得以色列的报复心态 它是有的 下礼拜 我觉得股市会比较精彩 因为开始陆续在丢营收公告 那公告完毕之后呢 该反应自然反应 今天有些股票拉回 我不认为拉回 它就会在下礼拜会呈现弱势 而是一个筹码的一个沉淀 接着往下走 第四季还有一个坐账行情 所以在这边呢 休了两天的台风价呢 大家回到股市还有点 这个到底今天会是怎么样 都会期望下周 我觉得下周会相当不错 所以呢各位 请你把你的问题呢 留在我们的line里面 有问题的话 然后下礼拜我们会带大家 操作一档跟利基 很像的股票 利基 给大家看一下利基在哪儿 在这儿 连续两根涨停板 有兴趣的朋友 请在我们的line里面留 跟加上联络电话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